以家庭纠纷法城市五人尘尸公寓 法国西南部城市包市 一处公寓今天疑似发生家庭纠纷 消防队员在公寓内发现五具尸体 包括一名还在学部的小孩 邻居看见公寓内冒烟后 消防队员清晨六十四十份货报 抵达位在市中心的公寓 消防队表示 一位邻居看见血液顺住公寓一处窗户边缘留下 感到忧心不已 试图打开一楼公寓大门却失败 事发后 约二十名居民从这栋四层楼公寓撤离 其中一人告诉法新社 我看见血液从街道旁的窗户留下 这名邻居表示 一名法国男子 他的西班牙妻子和他们的两岁小孩住在公寓内 女方父母从西班牙前来探亲 他说 清晨五十左右爆发一次大争吵 我听见小孩在哭 消防人员在公寓内发现两对夫妻和一名孩童遗体 还有一张沙发住火 知情人士告诉法新社 年轻女子手脚被绑住 嘴巴被封 脖子被带子缠绕 调查人员说 他父母的遗体也有暴力对待的迹象 孩童鸣显音吸入烟雾而丧命 离男者身份尚未确认 他父母的遗体也有暴力对待的迹象